欢迎来到我们的真龙宫 这位是虎爷 在守着整个庙 来吧 今天我们在洪山的真龙宫 我们今天会拍一下林姑娘的庙 朱德庙是1978年进宫 大约82年的时候 真龙宫的主席杨振华 已经过世了 他就是说 林姑娘拓梦给她 她说她要来这个真龙宫 杨振华说她只不过是一个真龙宫 一个婚礼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她要通过其他理事开会决定 那么林姑娘就是说 等她开会决定 她就是允许她进来 本来她是要求说 在那个庙的旁边给她一个地方 可是她问了这个保生大帝的教室 等下你就看了 保生大帝的教室 她可以请她进来里面坐 所以她当然很高兴 这个就是林姑娘的 今生 这边 这个是雷娘娘 这个林姑娘 就角落头那个 在角落头那个就是我们的林姑娘的今生 很老的一个神像了 他们说至少到现在有百年了 有整百年的历史了 林姑娘在洪山这边 曾经那个电视台也是 有过来这边拍片 就是电视剧 那个时候好像是范文邦 范文邦 大概是这样 所以她的故事有一点点 跟这边的不是说 很接近 很接近而已 不是说很准确 因为等一下 如果在楼下 我再跟你讲说 她的情况简单的 根据我所知道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嗯 现在瘟疫后行 我们为什么不普通众生 救苦救难 我 我又能做什么呢 现在村民最需要的是把病治好 这药方 你拿去照单抓药 很快的大家的病就会治好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在一起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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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 自有谁 还是多接点善友 大婆 大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周叶悬案 今天我们在曾龙宫 做采访 我们要来访问 我们的 如一辰理事 谢谢 黄远黄理事 谢谢 还有周叶 哈啰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朱雁 黄女士已经在这里有四十几年的经验了 可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那我这个是从一个老太婆 那边腾霸1980年的时候 我跟她相处的时候 她让我讲解这个林姑娘的故事 她跟我讲 林姑娘她五六岁的时候 她有看到这个真正的人 她跟我讲 她是受奸人所害的 结果 毁掉她一切 连她过世了的时候 因为她时常在这个 这个甘宫里面时常出现 而且帮了很多乡村的村民 所以人家很感恩 就 把她 装一个 在一个金身 带在那个 榕树下 这样 可能后来她就一直在演化 就是人家跟她建庙 建了那个庙 人家很多人在共进她 但是经过很久的时间了 刚好我们这边在发展 那个 印度庙 给她拆掉 所以她印度庙 这庙就不 不可以 说 不公平嘛 所以要把林姑娘的庙也是要拆到 后来 没办法 在 政府的规定之下 就拆了这个庙了 把这个庙拆了 找到的时候那时候没有 她就 把里斯人 这边的 干共的人 就把她的金身 拿去那个 延峰寺 那边 寄放在那边 后来 她在延峰寺 因为很多信徒 就在那边找 然后那个延峰寺 就把她 放在 真正庙位置 给人家供进了 哦 要 经过那时候 有段时间 在 洪山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那个 林延和 那个医院 突然间 中病了 还有很多那个 听说有很多那边的那个 政府部门 那个 好幸福的人 也是有很多人生病 带到人家去爬了 可以以为 是什么事情吗 然后后来他们 就跟我请教宝圣大帝说要把他的 他的金身请来放在 真正庙位置边 但是宝圣大帝就在那边讲不用 直接请他去那边就好 因为我们要去请的时候 他那个严重室的主持 不愿给我们 所以过后 我们去请教宝圣大帝 宝圣大帝就叫我们 怎样去请他的金身过来这边 好 那么 王先生 当林姑娘请来的那个庙之后 有没有 发生什么 有意义的事件 那时我们 他的金身他不给我们 当宝圣大帝有下指令 就是说 去 另外 做一些新的那个金身 然后宝圣大帝叫我们去怎样请林姑娘 那我们去请林姑娘的时候他来到真人宫 他上了一个地董 就是 那个 巫王爷的地董的身上 他说他很高兴 来到这个 红山的真人宫 他说他很高兴 他讲的口音很像是 安息的人的口音 哦 他有口音啊 啊 是这样啦 人都演化到现在咯 我有听吴先生讲过啊 林姑娘最不喜欢秀成的 因为他那个姓成的人陷害他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呃刚才 对黄先生所说的那个 林姑娘的金身 因为他时常 就是说他的红坡 时常在那个 Kampong那边 有出现 后来他们跟他 共共在 Handerson那边的那个 交接处的那个龙树 有一个龙树下 啊就是在那边 这个是祖宫 那么关于是说那个 他不是说他 严格上来讲啊 他是说如果是任何姓氏的人啊 如果去跟他 啊 讨这个 十二支或者是万支票 一般上都大多数都有机会 独独这个姓陈的 他们的机会会比较少 严格上来讲是这样啦 他并没有怪说任何 任何的人啊 林姑娘是很美的 很女孩子啦 但是他在中意的人 不是那个人 他那个人是很中意的 他是设计哦 就是骗他的丈夫 跟他讲 因为以前那时他的丈夫是 航海的人嘛 所以他那圈他的丈夫说 你老婆是在那边 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嘛 他挑破他嘛 他就跟他的丈夫说你老婆在那边 他就跟林姑娘讲 他的丈夫 叫他在那边等他上 上船 因为他是航海人的 也设计到他的丈夫 看到他这样的情形就打死他了 是这样啦 所以他是被他的丈夫打死 他的丈夫打死 但是他的那个姓陈的 是他丈夫的朋友 他喜欢他 但是他 不喜欢他中意的是他的丈夫 就这样啦 所以跟自己的 所以 就是他中他的奸绩 为什么在7月15 我们有季风他 就是因为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姓陈的 老律师就安排7月15 带林姑娘 生日 生日是他的丹臣 他就接着 那个老律师 杨振华 来拜到现在啦 所以他的故事是这样 就是说 可以补充的 就是说 当时在拆这个林姑娘的那个小小的 庙坪的时候 因为之前啊是因为 Handerson那边 的那个 那个 旧的屋子 还有一间那个印度庙在那边 这个受政府征用 在那个 政府征用之后啊 就是那个印度庙要背签 那些印度的教徒是说 好像说感觉到是说政府是在 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的种族的庙要 而林姑娘是在那 他是在那个 Handerson转走进 东马路的 这个旁边 而林姑娘是在那个 Handerson跟东马路那边的那个 龙叔下 现在应该还在喔 那个位置就是 105的 还不到105啦 应该是 Hoshimo那边 好啦 Hoshimo的住址那边 那个时候政府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他就请 就是说连这个 林姑娘的那个 小亭子的庙 也是要拆 议员批准拆这个印度庙之后 他就心脏病 很巧啦 这个好像 很臭巧啦 人家以为就是 他拆了这个庙 这个 洪詹的议员 他拆了 这个林姑娘的庙之后 刚刚好 他 就是说 报血管 SLA的官员们他们拆了之后啊 很多个就是人都生病 大概是82年 他搬来到这个 真龙宫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 每逢初一十五 就有很多那个 SLA的官员 他们来过来这个拜 因为 他们就是担心 所以每一次就是 向他祈福 向他解释 这个是我在想象中 听他们讲 后来啊 我的有一个朋友 也是在那个SLA 他就说 他说当初就是这些官员 拆了林姑娘的庙 所以在他们发生 发生很多崔崔崔崔的身体上的 健康问题 所以那些官员就害怕 所以每逢初一十五 他本来 他没有素食的 没有吃灾的 他们也改变成吃灾的 啊 有病的人啊 也可以来这边 问一下 要求财的 也可以来问一下 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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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财 都有 在这边你得求健康的比较多 因为保生大帝是医药之神嘛 啊 所以 来请健康的人 他们是拜林姑娘的时候 跟他 跟他好那个 他没有直接跟保生大帝 不过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差一点漏掉的 就是说每逢初一十五啊 买那个胭脂水粉 来拜 供奉林姑娘 那么这些东西不是 拜完了就丢掉 若保生大帝的加持 再用来就是说 平皮肤敏感症 可以治皮肤敏感症 可以治皮肤敏感症 比如说有些癌症啊 或者说可以到登门 登医龙宫来问一下 他什么病都有药 医好这个癌症的东西很多 但是他有药草 心脏病也很多人在给他看 保生大帝有百多年的历史 他从 中国 那是我太祖父他们带他 向我出来的时候 到现在有百多年 所以 镇永宫就是祝世的庙 所以我们不可以跟人家拿钱 对 我们全部都是义务的 整间庙的人全部都是义务的 这个文化很宝贵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录下来 分享 现在就到了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红山林姑娘 记事福威的传说 从此流送人间 唯人称道 谢谢大家 请订阅 您的方丈人 您的方丈人 请健康 您的方丈人 Mormon